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比我预期中我不太看政治人物的写的这些的出版品 我不太看如果是选举的选举书 我几乎是都不看的 但是如果是回忆录那我就会看 特别是总统的回忆录 因为我要知道一些在过去我在跑新闻或者说做政治观察的时候 有一些内幕我看不太懂的 当时他们又不讲的 但是事后你去看的时候你必须知道说 原来当时是怎么样怎么样 当然总统一个人的讲法写成回忆录 你可以说那是马英九的一面致辞 那没有关系 最少从一个总统的高度以及总统府的运作 那你知道哪些事情 它大概是一个怎么样过程以及当时的思考 这本书比我原来预期中的这些政治人物的回忆录来讲 那要好看很多 因为里面的内幕还蛮多的 看起来马英九还很诚实的一五一十都交代内情 好所以这本书不管是两岸的部分 或者是政坛人士的部分 或者在马英九任内所遭遇到的几个关键的危机关键决策的部分 那他的思考处理 以及他自己的反省是什么 书里面大概都有提到 另外借着今天的访问 但我把最近的政坛上面 不管是两岸关系也好 那或者比如说像上次的内阁该组也好 或者九合一选举之后国民党的未来也好 或者是比如说卡管案也好 这些其实以马英九的立场跟他的背景来讲 其实他应该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好待会再请教马英九总统 好今天七点钟的时段 星期三的七点 那我放着呢 我想大家都都被我讲到耳朵都长简了 大家都会放进来的都是财经产业经济创业理财 那等等这方面跟钱有关的议题 好今天在我们的现场从他们出的这本书 因为早上他们还没有成为一个在台湾已经很有影响力的电子商务企业之前 我之前就访问他们是一对兄弟创业家 好来接着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创业家兄弟的创办人之一 你跟你们就是兄弟两个共同创业人对不对 好那郭淑琪欢迎 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早安 好那你在创业家兄弟 这家企业里面你的title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共同创办人 当然对外的title就是董事长老 不过就是对我们自己内部来讲 其实身为共同创办人 其实我觉得这个title其实我反而比较喜欢一点 好 当然这本书成功的就是要快速砍掉重练 书明天听起来很动人 讲的很简单 哪有这么简单 是是是 很多人 第一个要成功就不容易了 成功的时候当你开始遇到一些转型 或者说是经营上面的困境的时候 要砍掉重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你已经有模有样了 有模有样之后 那时候要做自己的企业的方向 或者说经营形态的调整 其实那个难度都很高 好那这本书成功就是要快速砍掉重练 那这个里面是这个故事 就电商的黑马创业家兄弟 那他们的这个商业经营的智慧 里面谈了55个 那作者是也是资深媒体人的 这傅伟雄天下文化出版 我在上一次访问你弟弟嘛 对不对 是是是 弟弟那时候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到创业的阶段 那个时候还在做网拍网购 是 其实我们自己创业要回到12年前了 2007年 那12年前就我跟我弟弟 然后还有我们的两个太太 我的太太Sindy 还有弟弟的太太Kelly 我们四个人一起创业 对 当时的创业的发想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人说创业 因为这种创业形态不常见 是是是是 然后找我们一起 但其实我从小我就跟我弟弟感情很好 然后所以有机会可以跟弟弟一起创业 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所以当初也没有想太多 就觉得还蛮顺的 然后有机会这样一起做就蛮好的 好那为什么投入电商这一块 就只是因为整个网络时代的到来吗 我觉得其实不是 我们一开始其实在12年前 我们是先走社群网站 那时候做了一个网站叫地图日记 但是一直很难找到一个对的商业模式 所以在之前其实跌跌撞撞很多年 然后公司也亏了很多钱 然后从里头不断不断去找寻各种 各式各样可能的机会 那后来我们发现在台湾市场 其实电商才是有机会的 因为电商其实很多人说 它是internet 我说不是 电子商其实不是internet 它其实是零售业 台湾不是一个零售业的小市场 很多人说台湾人口就2000多万人 很小 但是我说不是 例如说以Costco来讲 Costco全世界500多家电 然后全世界排名前十大的店里头 台湾就占了三家 最大最赚钱几乎都在台湾 是 北中南三家店就占了 所以这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 或者当我们看台湾便利商店的密度 或者信义区里面白货公司商场的密度 这其实都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 所以台湾从来都不是零售业的小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会觉得电子商务 其实是在internet所有题目里头 台湾最有机会的 好 但是朝着这个方向思考 然后想要从事电子商务的很多 尤其现在的电子商务 全球的一些的超级大的电子商务已经出现 那不管是Amazon或者是阿里巴巴 台湾做电子商务的一些的入口网站 比如说过去即使是雅虎 他们可能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在电子商务上面来讲 其实很快就进来 那成绩也很有成绩的 那现在的电子商务更多元 几乎很多的企业都借着自己在通讯网路上面的领域 也都投入到电子商务 那经常配合的这些反正什么官官节啊等等 那做的一些促销活动的都很多 那对创意家兄弟来讲 你们的营业额现在有多少 我们在2018年大概差不多50亿左右 50亿现在在台湾的电子商务里面来讲 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规模 大概算是一个中型的规模 那你们有一个自己的目标吗 对我们来讲 其实在这个行业 它就是大者很大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追求整个营收的规模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们对自己的营收的期待是什么 对未来 我觉得这有时候对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自己内部很多人说 你们今年喊多少目标 我说没有没有没这件事情 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 从越大越好越快越好 如果12年到50亿 跟所有的崛起的电商相比来讲 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成绩 我觉得我们的创业大概分两段 因为第一段在2007年刚创业的时候 那时候一直找不到一个对的商业模式 所以我们在2010年 我们改行做团购 那这家公司也在2010年 卖给了全世界最大的团购网站 grupon 那所以我们在2012年离开 再成立了串一家兄弟这家公司 所以这家公司从2012年 然后到今天 它大概差不多将近快要7岁了 所以这是一个还蛮新的一个公司 可是7岁如果说可以一年 一年这样算下来成长率其实还蛮惊人 是 例如说我们在2018年 我们的年营收成长率大概差不多三成左右 年营收成长率三成 那这表示电商很好做或很好赚吗 我觉得不是这样说 我觉得很多人最近在看电商会说 这是一个土洋大战或者电商大战 我说都不是就是以电商来讲 其实它是一个零售业的虚拟跟实体的一个大战 所以它是一个零售业的一个板块转移 那在这个板块转移中 大家知道说它市场越来越大 可是它也会越来越集中 它就跟smartphone一样 smartphone在这几年 它大幅度改变了通讯行业的生活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也不是所有这里头的从业的公司 大家都一路俊瞻 所以对电商来讲也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几年我们会看到营收 整个大饼越来越大 然后很大价公司 它年营收增长率两成三成这样子在增长 但是也可以看到很多小型的公司 它其实就推出市场 好 这是今天其实我请这个 就是创业家兄弟的共同创办人郭舒奇 来到我们现场的约 那他是这个创业家兄弟 你可以说他是董事长 但是OK 他们因为家人兄弟走理 那自己创业 这种的创业形态 在一个网络的时代来讲 其实不常见 是是是 就自己家人 这种的另外一种形态的家族事业 因为家人创业 他们算是亲兄弟 感情很好 可是事业经营的过程当中 总有一些方向 还有每一天的这些的 这些细节上面的一些的讨论 或者说争辩 意见不合 这些在你们家四个人当中 都不会发生吗 其实坦白说 我觉得很少 因为在过去 在过去这十几年 其实我们也累积了 很好的默契 然后所以在这部分 其实这是大家很常问我的问题 但是我说其实还好 因为这企业文化的问题 就是你四个人共同创业 兄弟走理 共同创业 有时候说实在的 不要说兄弟 走理之间要一起创业 一起生活 有时候都很困难 何况一起创业 所以你说你们可以运作得很好 而且成长得很快 这确实在一般人上来讲说 真的吗 这很容易吗 好 那电商的这块 你刚刚一开始也提到 大者很大 这个是一个电商的 崛起的一个大时代 因为它毕竟跟网络 跟smartphone 跟大家现在的购物的形态的 快速的转变 那这固然创一家兄弟的机会 可是面对到这么多的竞争者 激烈的竞争者 其实我相信 即使成长得很快 可是对未来来讲 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产业竞争上面来讲 仍然是非常凶险的 你们如何去思考这块 我觉得这个很多 其实都是为了生存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在2012年刚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这个市场上 已经很多很大咖的竞争者在这里头 那我们那时候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切入这个市场 那我们那时候想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我绝大多数的竞争者 他的思考就是这个网路上是一个 没有货架限制 所以他想办法在里头塞几百万 三千万的商品 那对我来讲 我要跟他这样竞争 其实一点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找出了另外一条路 就是我假设货架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的网站一开始 第一天都只卖一个商品 他说你为什么只卖一个商品 我说我如果我只卖一个商品 虽然我是一个流量很小的网站 可是所有的流量进来 只能买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比较有机会 让这个东西的供应商 当天在所有通路里面 他会发现生活市集 或者我们旗下好吃宅配网 当天销售是所有通路里面最高的 下次他是不是会愿意给我 更好的商品 更好的价格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种方式 一直到今天 我们同时在线商品 所以大概只有7000多 这个远远小雨窝的竞争者 可是我们只卖那种消费者会卖的东西 所以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 郭书琪你现在跟我讲 我就想起来 你弟弟跟我讲的 跟你讲的是一模一样 我们默契很好 所以不会吵架 对 因为郭书琪来 我就想 我访问创业家兄弟是什么时候 他一想 其实还蛮多年前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想说到底在讲 我只记得他跟我讲一个杯子 他跟我讲一个杯子 比如说我们就卖这个杯子 好 那这不错啦 就是说 我觉得一个反向思考 而且那个反向思考 证明就是说 你容易创造自己 不管是供货者 或者说是消费者 之间注意到你 而且因此容易对你产生 某种的好奇跟认同 那对于网站 跟对你推荐的商品的那个 黏着度 应该会提高很多 当然 好 可是毕竟单一商品 这是会有百货公司 就希望让一个人进来的时候 可以各种人进来 都可以找到他要的东西 那如果说做单一的 或者说很少数品项的销售 你能够创造的营业额 不可能很高 我觉得这一块 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 例如说以超级市场来讲好了 超市的形态 其实有两种 一种就是比较像是 加勒福大润发 里面很多东西 然后每个东西 可能你只要买玉米罐头 它就有五种不同品牌 每个东西 你可以买一罐一罐这样买 但还有另外一种就是Costco Costco里面的品香素少很多 然后你买玉米罐头 一次要买一箱 你没有办法一罐一罐这样子来买 那我们的model 其实就很类似像Costco这样的model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网站上面 我们今天如果卖雨伞 雨伞我们会有卖一入 两入四入 八入十六三十二 他会说谁会一次买三十二支雨伞 可是通常三十二支雨伞 是我们里面卖最好的选项 OK 那为什么 因为当你买三十二支雨伞 它的价格单价 可能只要比其他平台的五折或者六折 所以大家就会很自然的形成一个行为 就是消费者来买 然后他同时可能找他同事朋友 然后一次来买 然后一次买回去 然后他自己再分 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状况你可以想象一下 对我的供应商来讲 大家跟我们公司合作 他会很开心 因为跟其他的平台合作 是一支一支在卖 跟我这合作 他是一次十支 二十支在卖 那这跟我们去Costco买东西是有点像的 去Costco买东西就像你讲的 一次你要同个品项的你要买这么多 买这么多 通常他是另外一种的 等于说办公室 然后等等一种小型的团购 或者有很多妈妈们 他们觉得OK 我现在去Costco了 那大家什么 然后就网路上面大家就开菜单 然后大家share 但即使是这样 这种的思维现在也不稀奇 那在网路上面的竞争者 或者说在实体通路上面 你刚讲的Costco Costco他们这些通路本身 他们也都做网购 那你们创业了之后 如何去跟这种 这种百花齐放的 这种的零售跟网购的市场 不管是在网路的 或者实体通路当中的 这些业者竞争 我觉得这个分两块 一块就是本来在网路 这个行业里头 类似我们这样的business model 大概本来是我们最大 然后第二家就是 另外一间公司叫GOMAGI 所以本来是我们这两间最大 那我们公司也在去年的四月份 我们跟GOMAGI合作 所以现在GOMAGI宅配这个频道 是我们公司在负责经营 所以以今天来讲 在网路产业的 该讲这种比较属于selective item 然后比较一次可以像Costco 这种business model的 这个市场我们大概已经占了八成的市占率 那另外就是说 那如果实体行业进来这里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一件事情 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以美国来讲 MOR在出来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Walmart已经很大了 但是在网路这个战场上 其实Walmart从来都没有真的占到 很好的一个地位 然后所以这个是举事来看 其实所有在网路或者是电子商务零售业 最后的winner 最后的胜利者 其实多半都不是从实体商业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看到台湾 很多的实体的零售通路 他们也想要做网站 但是以目前来讲 他们在整体网路上面销售各方面 其实都还是离我们公司还是蛮大的距离 好我要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我要请教一下 因为刚从你的书名开始了 就要成功的就是要快速砍掉重链 这个在过去 如果你是一个实体的商店通路的 这些商务形态来讲 它比较困难 它真的比较困难 可是在一个网路电商的时代 你想象当中应该比较容易 因为你没有一个实体商店 你没有一个每天必须要来打卡上班的 很多的员工 然后也没有很多的这些囤积的货物 因为基本上你主要提供平台 那这种的货物的这些 你的仓储的部分来讲 那当然会轻松很多 但是方向的调整终究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你们在当初在这两个阶段的 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 从你们创业12年 两个阶段调整的时候 你们内部当中去如何去决策 以及如何去在这种的摸索的过程当中 现在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电子商务 同时在定位电子商务的时候 你仍然面对到一个非常 从外人来看可能是一个很激烈的杀戮战场式的竞争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决策的过程 你们是怎么做的 进广告 回头之后继续今天来 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这本书 那基本上讲了他们一对兄弟 那一对走理 四个人 那创业成功的故事 那成功就是要快速砍掉重链了 电商黑马创业家兄弟 那屡创惊人营收的55个商业智慧 他里面的这个傅伟雄 那作者那访谈 那记录下来天下文化出版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在我们现场的 那创办人之一的过初起聊 10分30秒 您收听的非天不王非天早餐 我是大家 农天星期三的时间 我们谈谈创业了 特别在一个网络时代 我觉得年轻人创业 不只要创业的企图心 而且创业的时间要提早 甚至于我觉得中老年年人 你也不要忽略 忽略创业的可能性 我觉得在今天 这种个人化的创业 随时都可以进行 我可以透露一下 因为之前我谈过一些 这个是我对于年轻人创业的 一个想法跟鼓励 因为台北市长已经选完了 那柯文就市长当选连任 那原来选举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在 丁手中是我的老师 所以参与的比较多 那里面有关于青年 每个人都说我要争取青年人练 争取青年人选票 那他讲来讲去 其实老师讲了 那北中来说的市长 提出来的青年证证件 我觉得不会差太多 但是有一点其实是 丁手中的亮点 那这个亮点 其实是一个比较完整的package 是在鼓励青年创业的 那原来这个青年创业 我原来的设想 当然这个点子叫做 十万青年十万军 那我跟丁手中的团队们 我们在研究就是 我们大概有能力可以 以一年大概十亿左右的速度 去向包括企业界等等去募款 那成立一个比较大的 就是基金的部位 希望能够到110的规模 110其实 以基金的规模来讲 如果作为一个 你想象当中的 我把它当作是一个公办创投 的一个概念 那去成立这笔基金 台北市的年轻人 只要你年满18岁的 你政府就会给你一个虚拟的户头 这个虚拟的户头里面 我百千十万块钱 OK换句话说 你18岁的时候 你虽然零用钱不见得很多 你也许觉得说 我都还要办学代 但没关系 你要想象 你在某一个虚拟户头里面 这个公办创投 帮你成立的一个 10万块钱 新台币 不多的虚拟的户头 那这是鼓励你创业的 那你18岁之后 希望呢 你能够在22岁之前 就能够启动 启动了这笔钱 当然你要提你的创业的计划 那你说10万块 我能够创 创什么也没有关系 你如果找同学 我鼓励的是 你18岁进大学 因为台湾进大学比例太高 18岁进大学的话 如果你跟你的同学 你三个人 三十万 五个人 五十万 如果你有十个人 共同的创业 一百万 一百万做一个18岁 20岁要创业人来讲 一百万是比不小的钱了 对没错 好那你可以 你可以开始提你的创业计划 你说那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都户头里面都有十万块 那我们怎么动 你提你的创业计划 那这个基金会本身 我们会把呢 在台湾的这些的 很高阶的这些呢 产业界的大佬们 那很有名的CEO 我们希望呢 成立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帮你做这些审核 也给你一些建议 那你从22 希望你22岁以前启动 22岁如果没有 没有启动怎么样 那你22岁开始 你的这个虚拟户头 每一年扣一万 那扣到你大概将近 30岁左右的时候 就归零 就归零 就是以后 你说三岁之前 你都没有动到这笔钱 因为到三岁剩一万块钱 没有意义了 换句话说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 有一种push你的压力 觉得我要提早创业 我希望你22岁以前就创业 那你的规模 虽然不会很大 但如果你提出来计划很棒 那我们再去找一笔 一笔可以呢 去就是说呢 相对的基金进来 可以让你的 就是说资本额呢 可以再放大 好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 会让你年轻人觉得 他有一个诱因 因为我有个十万块在那边 我不动就可惜 而且我只能够创业 我希望台北市的年轻人 22岁以前就开始创业 你做什么 没关系 丢出来大家想一想 那如果说 每三五年 我们能够 不可能是那种 十亿美金的独角兽 但是我如果可以有一个 一亿两亿营业额的小独角兽 那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了 好但是 中中就还没选 你讲了 那都空话 但是类似的点子 我觉得任何的政治人物 如果你觉得 这个对年轻人 或者很多的年轻人 觉得说这个是很棒的点子 那没关系 欢迎你拿去用 说的know how 跟这些package 其实我都已经准备非常久了 那只要有任何政治人物 觉得对年轻人 是有帮助有鼓舞的 欢迎 你就拿去用就好了 那倒过来讲 那今天因为你们兄弟的创业 我注意到就是说 在媒体圈子里面 其实访问你们 或者讨论 在关注你们的 其实也蛮多的 你们的这个就很有创业家兄弟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创业 你们在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 很明显的困难 我觉得这个困难一定都有了 因为这个过程本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你们会快速砍掉重链 速度这些 我说因为这其实都是为了生存 所以为了生存 这是一个我们在过去这12年 很多人说你们公司现在已经上柜 已经挂牌 我说倒不是 今天对我们来讲最担心的是 明天早上起来 看不看得到明天的太阳 这个才是 每天我们一直很担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网络这个产业很特别 过去台湾习惯的产业 你这个阶段累积的资本就会变成下个阶段的 其他人要进来进入障碍 但是网络不是 我们来回想一下网络的历史 20年前大家用什么 用雅虎 当雅虎已经变成一件很大的公司 难道他看不到下个阶段 会是搜寻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起来吗 一定看得到 但是下个阶段就让Google起来了 Google会看不到下个阶段是社群 结果下个阶段让一个Facebook 从大学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其实就做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紧张 但是他速度也很快的一个行业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头 很多人说你会不会怕那种 比较大咖的公司 我说都不会 因为所有台面上的公司 他的策略各方面都是可以预期的 最担心的是什么 最担心的是现在根本还没有出来 也像你看所说的 就是我们最担心的是 那个年轻人 现在可能还在读大学读研究所 还没有毕业 这群人出来 他可能突然想着 想着一个破坏式的创新 他可能很快颠覆了整个市场 这个才是我们最怕的 所以每天起来 其实都是为了生存之战 压力不会很大 所以这个行业 其实你说一年 我觉得在这个行业一年 等于在别的行业 可能五六年 不很有挑战性 当然在一个网络的时代 在一个AI的时代 在一个电子商务的时代 你从一个网络资讯 AI电子商务这些角度去思考 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 他现在人在戏骨 那天在网络上 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讲到说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讲到 讲到车 那男人常常在谈车的事情 那讲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这些电动车 然后无人车 他讲说 他在矽谷 他认为我们买的下一辆车的品牌 可能都不是现在你所熟悉的品牌 可能不是你以为的双B 或者说是什么 就是说日本品牌车 可能不一样 可能是你现在连听都没有听过的 但是他很快就会上来 我那时候为什么 他说你也不要光是注意Tesla 我想起来 我们是从Tesla车 他说他在矽谷 他说像是这种 像Tesla 像规模还没有到Tesla 可是每天在测试 自己的电动车 无人车的 而且认为自己会得到很大的成功 而且钱一直进去的 他说矽谷 他这样看下来之后 最少50家 是 没错 而且很密集的就在那个区块 大家都知道 我的对手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那钱一直进来 然后不断的在测试 而且都觉得自己会成功 而且认为三五年之内 自己就会上来 那才是一个 真的非常非常可怕的 一个竞争的时代 好 那刚刚讲到就是说 当你已经开始有点成绩 也赚一点点钱之后 要砍掉重建并不容易 是 但是又回到跟人说的 因为我们就现在规模还不够大 所以当我们要往前进的时候 其实你需要不断的 再重新把自己归零 所以我们公司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是每一年 我们就会去想说 如果今天是我创业第一天 有哪些流程是我不需要的 哪些东西是我不需要的 我把那些砍一砍一砍一砍 我们就留下最核心 我们把核心的东西做到最完美 然后做到这个业界最厉害 其实就够了 刚刚讲的就是说 现在的电子商务非常的蓬勃 那成长率虽然很惊人 你刚刚讲台湾的零售业很发达 这个很发达 其实也不难观察 你从实体通路来讲 你看到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这么的发达 明明知道它的东西可能比 比比方要贵一点 但是这么的发达 而且获利都非常的稳定 它基本上面是市场上的机油股 所以你说从一个电子商务的角度来讲 有没有打击到这时钟 因为他们也慢慢的把自己 某种程度的电商化 那现在做电子商务 现在是新的电子商务进来的时候吗 因为在以规模来讲 比如说虾皮 比如说PC Home 现在都很大 然后我看到现在在从事这种的电子商务的 包括几家大的这些电信商 他们也都很努力的投入到电子商务 在办活动等等都有 你甚至于说LINE LINE他借着他自己的用户这么的多 他的电子商务这块很明显的是 他过去两三年着力非常多的地方 那看起来也有不错的效果 那你们现在总体来讲 电子商务的获利状况如何 我相信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 电子商务的毛利总体来讲 应该是下滑的 但这个下滑对你们来讲 你们怎么思考 其实对我们自己在看 我们就是这是一件太棒的事情 很多人说你一直下 我说不是就是以这个行业来讲 大家可以注意到在这几年整个毛利率 从本来的20几%以下到15 然后甚至有些12 13 甚至有些公司已经低于10%以下 为什么这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我又回到你刚才说的 如果它的格局是一个 零售业的板块大战 这个板块大战其实就是网路跟实体 对实体零售来讲 通常电租大概占整体营收的15% 所以你可以想象过去网路零售抓毛利率 在20 20几% 两种板块其实大家相应无事 大家各自可以找到自己的需求 但以今天来说整个网路或者是电子商务 它的毛利率很多已经低于15%以下 那表示什么 表示今天实体零售要来跟网路竞争 他赚到的钱连付给房东都不够 那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其实他会加速整个板块移动 会变得更剧烈 在过去阿里巴巴跟大陆 那个另外的很有名的企业家 不是也争辩过 到底是谁会先消失 到底是你在马路上先消失 还是我在网路上先消失 但现在看起来 从一般的生活间 你刚刚讲就是现在的实体店面 空屋越来越高 但会把它理解成说景气不好 可是从你们做电商的角度来讲 其实它是一个电子商务 跟实体通路之间竞争的结果 因为实体通路越来越难竞争了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这个趋势不会改变 是 然后这个趋势 其实我们再仔细想一下人口结构 因为有时候以我们公司记载看 其实很有趣 我们今天65岁以上 占我们整体的营收 比25岁以下占的营收还要搞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来想一下 今年是2019年 2019年是一个很有趣的一年 是2019年 就是1997年出生的小朋友 今年出社会 然后为什么我说今年出社会很重要 因为1997年出生 才真的是网络的原生世代 1997年是台湾的奇摩 刚上线的那一年 1997年刚出生的时候 他们还是用某店上网 等到他们开始5岁6岁 开始上幼稚园 开始台湾大幅度的再增加ADSL 所以这群小朋友才真的是网络的原生世代 但是过去25岁小朋友 其实对我们的营收贡献都是很少的 很多说为什么会很少 他应该在网络上买东西 没有不好意思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济能力 没有消费力 没有消费力 没有信用卡 还没有工作 但是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从2019年往后推10年 这10年当这一群小朋友 这一群人大幅度的出社会之后 到底网络 所以我常会说网络或者是电子商务 2019年才刚开始而已 好 那如果从你们一个电商来讲 那实体通路还有未来吗 我觉得实体通路 以今天来讲 台湾的整个实体通路 尤其是便利商店 我觉得便利商店 其实跟网络零售 有一个非常紧密 而且巧妙的结合 在全世界你如果看 全世界的实体通路 从来没有哪一个实体通路 可以跟网络的超商取货 这些可以有这么紧密的结合 因为过去网络零售 你最担心的就是最后一滴路 我怎么把货很好的 送到消费者手上 所以送到消费者手上 这是一个问题 很多消费者说 我又不在家了 你送来又没有警卫 可以带收很麻烦 但是便利商店 在台湾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为什么 今天在每一次 只要是电商的大节日 你看到便利商店店员 就很佩服 他们真的很厉害 又要煮茶叶蛋 收账单 还要去找货 对 这真的很厉害 但在这一块 其实台湾的便利商店发达 无形之中 刺激的网络产业的发达 对了 我注意到就是这些年 以前我们常常觉得 便利商店的这些服务人 也没有以前传统的 干嘛点的那种的人情味 他对这个附近的街房 邻居等等不熟悉 可是我觉得现在那个味道慢慢的出来了 因为你可能到便利商店的机会 非常非常高 每天下了班之后 先到便利商店去转一下 转一下之后 拿一下自己的包裹 拿一下自己的什么东西 便利商店 它成为整个的电商的物流的最后一站 你也可以说是第一 甚至是第一站 都有可能 好 那这种的不管是 不管是就取货退货 那只要你住家附近 有便利商店 你就会觉得安心很多 它也大大的影响了 就是说台湾的消费 甚至于房地产 我常常讲你家附近 如果没有便利商店 你就不知道 有便利商店是多方便 不是 有便利商店 你连要网购都很麻烦 是真的 好 在我们现场的郭书奇 他们的创业其实在台湾 是当下其实非常行的故事 创业家兄弟的共同创办人 他跟他弟弟 然后他们的两位的太太 周李 兄弟四个人的创业 这十多年的时间 虽然两次的转型 但现在看起来非常的成功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之前就访问你弟弟 或者访问你 因为我觉得 你们在年轻世代创业里面来讲 我觉得你们是很有自己想法的 而且对市场的解读能力 是很好的 解读市场的能力 大大的决定了 你在一个快速变迁的商业市场 你的存活力如何 许多人觉得 创业好像最大的困难 好像是在找钱 然后找商品 找定位 这些是的 但是我觉得解读市场的能力 让自己保留弹性 就是你说的 能够快速砍掉重链 那就是你解读市场的能力 能够让你快速的去适应市场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好那这本书 那成功就是要快速砍掉重链 那电商黑马 创业家兄弟的 他们的55个商业智慧 那傅伟求 帮他们做了整理 天下文化出版 来进广告 回头之后 还有点点时间 再跟郭书奇聊 好去年53分08秒 今天星期三的时间 我今天特别请他们来现场 他们知道网络很成功的创业家 在一个电商的时代来讲 虽然50亿的营业规模 在电商的时代来讲 还不算什么 那上跪了 但是从一个创业的角度来讲 那这一对的兄弟 因为你们就叫创业家兄弟 这对的兄弟 以及你们的两位的太太 这样一个创业 我刚问了一下郭书奇 你创业的时候你31岁 是 没错 我刚刚讲的 我希望再把创业的年龄 我希望如果我有那个影响力 我希望再往下拉 那能够更年轻就开始尝试 因为创业这件事情老实讲 时间最重要 年轻就是本钱 你20几岁创业 跟你50几岁创业 那个时间的压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时间成本是非常不一样 二三十岁的时候 你经得起失败 好 那英雄 这是一个英雄出少年的时代 但是我觉得 我想跟年轻人讲两话 因为你们兄弟走里 这么年轻创业 30出头岁 但是我们听到更多的是 现在的你从数字上看 是的 贫富差距的问题 那年轻人的低薪的问题 总体的市场当中的薪资 其实是一直不成长的 那现在即使是 你要把基本工资提到 提到这个 两万两千 两万两万三 大家就很高兴 好像是多伟大的突破 这当然不会是你希望 你追求的目标 但是为什么一方面 年轻人觉得自己受困在一个 一个所谓的网络的时代 但是对你们来讲 网络却充满了机会 是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 台湾的年轻人需要有更多成功的story 因为台湾其实是很多很棒的人才 很优秀的人才 但是当这群很优秀的人才 在大学在研究所说 你可以做过很多很厉害的project 有什么道理 当你出社会 你只能从最小最基层的小螺丝钉 开始做起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台湾的年轻人 可以看到更多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创业过程之中 我们一直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社会责任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看 让台湾更多的年轻人会觉得说 他们可以 为什么我不可以 所以其实我觉得戏轨是这样起来 当大家看到说 哇 特斯拉做车子这么厉害 那为什么我不可以 我年纪也没跟他差多少 我也没有他笨 所以为什么我不可以 所以我觉得台湾需要有更多这样的氛围 因为对下一代来讲 如果我们继续觉得很沉闷 我们好像只能从22K 23K开始 其实你对未来它是悖观的 但是当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年轻人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创业 越来越多年轻人 看起来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 你会觉得 那下一代你会开始充满了希望 如何去培养自己解读市场的能力 因为我们这本书里面谈到55个商业智慧 那个商业智慧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企业家 他会不会成功建立自己企业 跟自己做一个企业家品牌的非常的关键 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很大关键 是企业文化的形塑 或者你对自己自我的认知 所以很多人说 创业你是不是就像坐在五角大厦里面 按个按钮 然后飞弹就飞出去 敌人就阵亡 其实都不是 其实创业它比较像是一个野战部队 所以你带一对阿兵哥 你带一对阿兵哥 你知道要打下前面的山头 可是左边右边哪里有地雷 你不晓得 所以你只能多方尝试 所以这个其实是你对自我认 当你在这里你会认知说 我如果踩到地雷我就死掉了 我公司就阵亡了 那你就会知道说 但我看到危险 我可以很快转弯很快的调整 因为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好 我想我估计再过个两三年 我可以再访问过 那时候看看就说 你们现在走到了怎么样的地步 感谢郭书企来 谢谢